今天听到一个非常痛心的消息 大家可千万不要不当回事 估计这样的事情在很多地方都有发生过 无论你现在是有多忙 特别是作为子女 更要耐心的看完这个视频 事情是发生在隔壁一个小区里面 就是一位69岁的大爷 半夜从楼上跳下来 直接就走了 直接就过世了 据了解这位大爷的老伴 在七年前就已经去世了 他还有一个儿子 听说他和他儿子的一个脾气不对头 儿子想让他和他们一起去生活 但是他不愿意去 一是因为儿子跟他说话 说不到一块去 二他觉得跟儿媳妇生活在一起 生活特别的不方便 这位大爷的性格又属于比较倔的那种 而且脾气还比较大 还比较暴躁 儿子和儿媳妇每天上班下班后 还在照顾孩子 所以说不定期只能来到他家里来坐一坐 有时间的话 一个月是来个两三次 没时间的话 基本上三两个月都来不了一次 来的时候给他买一些吃的喝的什么的 再给他一些钱 让他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前一段时间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 他和他儿子是大吵了一架 儿子就非常生气的就走了 大半年的时间都没有过来看他 而且儿媳妇和孙子也没有过来 这老头子又是一个倔脾气 又不愿意给儿子打电话 爱面子 就算自己身体不舒服 他也不会去跟他们说 整天就是闷闷不乐 生了病了也没有人照顾一下 然后就想不开了 然后半夜就从楼上跳下来了 直接就去世了 听完这个消息之后 我真的是非常的心痛 我们大家真的应该重视起来 现在社会的老龄化 真的是越来越严重了 孤挂老人也是越来越多了 所以说老年朋友 一定要多出去走走 多交交朋友 培养自己老年的一个兴趣爱好 去跳跳广场舞或者是什么 要是有什么不顺心的事 也要多交流 千万不要走决端 千万不要想不开 更不要给儿女闹矛盾 我真的不希望再看到这样的悲剧发生 我们作为年轻人 应该多关心他们 多陪伴他们 可以帮助他们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就打比方说 我们下班之后 帮他们买个菜 洗洗衣服什么的 有时间的话 陪他们多聊聊天 不要仅仅是给他们钱而已 其实老年人 他们并不缺钱 他们需要的就是一个被关注和被重视 当然了 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们有一个充实的生活 让他们有自己的爱好和朋友圈 让他们自己能够感到晚年生活的一个幸福和满足 其实现在的一个社会的孤挂老人 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许多老人都因为家庭矛盾 亲情关系 这一原因导致孤独寂寞 这样的情况 不仅会影响老人的一个身体健康 也有可能会引发一些极端的事情 因此我们应该多关注老人的一个生活 多陪伴他们 毕竟他们将我们养大 我们一定要陪他们到老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创造一个更温馨的家 更加和谐的一个社会 不知道大家对此是怎么看的 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讨论